九份山路一到假日 遊客滿滿滿 轎車一臺接一臺 停車更是難上加難 一位難求收費沒有標準 只有不孝業者看準這點 二零一六年開始侵占公有土地 為地變私人停車場 以一次一百元的價格 向遊客收費大賺五本生意 事實上這間停車場離九份老街 只有四百五十公尺 步行時間約五分鐘 位置十分便利 相較於周遭動輒數百元的價格 非常有競爭力 不會貴吧 不貴喔 當時如果你要停很久 一百塊 你停到晚上還是一百塊 他那邊兩個小時 三十個小時兩百塊 因為佔有地利優勢 生意興隆 但也因為違法占地 沒有辦法取得市府合發的停車場 登記證 收費時也沒有開力發票 便有民眾向市府檢舉 五本生意做了八九年 市府終於硬起來 再看一次這人潮車流狀況 是九份日常 五本停車場被踢爆後 為了不讓民眾少了車位停車 公所將土地收回委外管理 預計六月底完成土地變更 十月公開招標 更要對業者開罰 或是追逃土地使用補償金 至今累積十二萬四千元 要解決遊客停車難題 也要讓業者把這幾年 戰地賺的錢一筆一筆吐出來 3日新聞 林俊華 江俊瑋新北報導